锅中倒入300克普通的中筋面粉 我们全程开小火,不停地搅拌 给它炒到这种麦黄色就可以了 炒好之后我们放入盆中,放盐 再准备一些花生,小火炒熟 炒到花生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时就可以了 把它给倒出放凉 再准备一些黑白芝麻放入锅中,小火炒熟 炒到芝麻颜色变深 在锅中跳舞,发出噼啪声响时就可以了 炒熟的花生放压之后我们给它搓掉外皮 去皮之后呢,我们用擀面杖把它给擀碎 再根据个人的喜好放入适量的花生碎 以及炒熟的瓜子仁 再放入炒熟的黑白芝麻 比例都是随意的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如果用油炒,炒出来就是油茶面 这个面粉就要炒成这种金黄色有点糊的状态 这样喝起来是胡香胡香的,更好喝 而且也有更多的功效 可以暖胃消失,出消化 老人还得喝其实都很不错 炒熟了之后呢,我们密封稍微保存,放上半年也配换 每天早上我们取两勺熟面粉,用开水泡一下 就搞定了非常营养的早餐 油茶的浓度随意 而且甜咸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 炒一次,一个月的早餐都不用抽 简单营养又好喝 喜欢的话就收汤前试一下吧 拜拜 拜拜